下去的話,他可以幫我把這個部分完成 那也就是把剛剛的邏輯轉換成VBA邏輯 就是一幅,然後兩個條件嘛 兩個條件,然後如果這兩個條件都 都成立的話,那就標準,反正不標準 OK 那這邊的話,怎麼樣去做? VBA前面我們也做蠻多啦,所以 快速跟各位講一下 I等於2到7一樣 然後再來怎麼樣 我要判斷的是根據什麼 B欄 根據D欄,所以你的腦袋裡面就 Sales I B,然後 他如果怎麼樣 大於這個大於20的話 對 中間加個AND 第二個條件,所以這個地方加個AND AND第二個條件 然後呢,Sales I 豆點 D欄 如果大於8萬,所以這邊的話呢,大於8萬 把它寫一下 對,這是條件 這樣一樣,就等於是 邏輯判斷本來只放一個,現在放兩個 然後 Zen 輸出的話,輸出到哪?輸出到F欄 所以最後如果是 為True 就是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在這邊輸出標準 反之的話,就是不標準 OK 那因為前面很多都雷同 所以這個部分我已經寫好了 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大概程式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叫業績 然後Fall I等於2到7 那這邊有NAS 這個一樣 那比較不一樣的 應該大同小異 大概就是頂多是多的這個 AND有沒有 Sales D 多一個條件而已 那前後都要空白 D欄的資料 大於 等於 我看一下要不要大於等於 大於或大於等於 大於好了 大於8萬 Zen 合格或不合格 或標準 不要你都可以 輸出到哪裡呢?輸出到F欄 所以基本上 跟前面的類似啦 只是多一個AND的邏輯判斷 所以資訊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資訊 這邊就出來了 那接下來 應該這個部分OK吧 多一個 多一個這個 多一個判斷 那如果說制定函數的話 以剛剛的 邏輯來看的話 也是差不多類似 這邊的話可以做一個什麼 業績 業績函數 會不會重複到 那是個業績 業績函數 名稱不能一樣 那沒有的話 我們這邊 再加一個 所謂的 在這邊的話 插入一個什麼? 業績函數 所以插入一個 程序 那一個方選 這邊就是 業績函數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 我需要跟使用者要什麼 什麼東西呢? 插入就要放在下面 其實這個當然你可以把它搬到上面也沒關係 我把它搬加搬到這邊業績的下面好了 其實這個位置 它放上面放下面都沒關係 不會影響 好 那 我們主要是怎麼樣? 把 剛剛的這地方 其實如果邏輯一樣的話 把它複製 那在這邊 貼上 有沒有 不過這個動作之前 先把 引述 使用者要傳給我什麼? 傳給我兩個條件 就是 B跟D的東西 所以使用者要給我 B欄的 就是 銷售量 跟D欄的 銷售金額 這兩欄的資料 我要把它 給什麼 給函數 函數的後面 這邊 就是它的參數 跟使用者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 銷售量 一個是銷售金額 那它會提供給我兩個資料 那我要給它什麼東西呢? 給它的就是合格不合格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就是這個本身的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上面的這個 公式 來做修改會比較快 跟剛剛一樣的動作 我們再做一次 把這邊按一個 Shift加Tab 上一階 那 銷售量 就是 改 這個 B欄的東西 銷售金額呢 就是改 這個 D欄的東西 那輸出的話 就是輸出到 上面這個名稱 所以把這個 名稱改一下 這樣就改完了 OK 邏輯上跟前一體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跟使用者要兩個 一個是銷售量 銷售金額 對不對 來看一下 有不要放這裡 插入函數 裡面看看有沒有 在全部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 業績函數 由 按確定 他會跟你要兩個東西 銷售量多少 等一下 銷售金額多少 等一下 OK,按確定 結論就出來了 其他 向下填滿 就完成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完成的畫面呢 在各位的講義裡面 應該也都有了 只是字比較小一些些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兩個 一個是 一個按鈕的 一個是 這個這個 制定的函數 畫面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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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